ok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关于 以太坊的质押质押的问题 首先来看一下就是 以前我们知道以太坊他是以 p os p o w的工作工作量证明的方式去 进行这个维护等个网络了 那为什么后来会去需要去转 pos 我们我们可以可以问一下先问一下这些问题 第一个是为什么要去转有什么好处 其实主要还是能源的问题 因为比特币其实去运行的时候是 使用了地球上百分之多少的能源 这个是在现在这种环保主义来说 是会比较诟病比较多的一个事情 其实主要还是能源问题 剩下的让他去说完 然后这个其实这些其实都还好 主要是因为一个能源效率 可以看到他提到一点就是经济激励 在以太坊 就是转 pos 之后 他会去需要去 你要去用用32个 我们问一下 pos 工作原理 我先问一下 pos 工作原理 我先问一下 pos 工作原理 我先问一下 pos 工作原理 就是你去起一个节点 然后 就起一个节点 就像这样起一个节点 然后你去把你32个以太坊 质押进去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你去运行了一个 pos 的一个 一个验证节点 这个验证节点有一个好处 他会有一定的经济激励 就是说 你把你的32个以太坊 就需要32个以太坊 然后去质押到 整个网络中 起了一个某个节点 然后你就可以获得 相应的你去 相应的奖励 就是相当于挖矿吧 就只是说这种挖矿 不是跟原来一样 耗机器的能量 而是你去自压的 以太坊 这样子去 获得的权限 就是相当于你去提供 一笔资金去给一个公司 然后他给你去 做一些事情 然后给你一些经济反馈 这样子一个 事情就相当于 所以相当于这样吗 就算股权投资吧 这样的一种形式 你可以 简短的这样认为 嗯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工作原理我们太复杂了 我们就暂时先不看 呃 我们需要去说的一个就是说有一个问题 呃就是他需要32个以太坊制压之后才会 呃起一个节点 那么其实对我们这种散户来说 绝大部分是没有这么多 32个以太坊去 呃起一个节点的而且 你起一个节点你还要去自己维护 呃然后就 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是你要去必须要32个以太坊另外一个你自己需要去维护一个 那个机器 就是 自压节点的机器 呃这32个这32个 然后你如果多的话你还要去 维护多个 这样就会有 呃这样的一些需求就是我如果没有 这么多以太坊的情况下我能不能去自压获得一收益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要去走 你走了的你走了这个自压协议第三方自压协议 呃其实他这个自压协议就是说 主要是因为你没有这么多 然后 呃他就会去 去呃让你跟其他人一起拼着就像一拼单一样 拼三三二个出来然后去起起一个节点就是这样其实本质上一个原理就是这样 只是说他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让你去可以跟其他用户去拼单 呃第2个是帮你去起节点就主要是做这两个事情 呃 就 就是这样然后我们看一下nidl的一个 一个一个收益率 我们看一下 大致看一下 呃以太坊应该是3.4吧应该是 3.2 3.2的收益 呃 alp这个是浮动的吗就是年化这个是浮动的 这个3%来说在 呃如果 你要这么想如果你是在熊市的时候然后去 你质押了以太坊比如说四五个十个这样子 然后你既获得了这种 你去相当于质押挖矿获得的收益以外 就是说每年给你多3.2%的以太坊 另外还就要吃到你相应的 在 熊市网牛市走的一个区间内 你的一个收益率 就是币价的涨幅主要是两这两部分的一个 一个涨幅 呃 我们大概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这个nidl字押的这个图其实就说完了用户你你其实你这边只有五个 然后他需要32个你跟其他用户一起 拼了32个 然后你就可以去质押 就是 去通过这个系统然后去质押然后起节点 呃主要是他 你你你们就是大家很多人去拼单其实他是去写入到一个质押的一个合约里面 呃然后通过合约去做的这些 呃你相应的质押然后兑换出来这个steth 呃质押之后就会有一个问题 质押之后会有一个问题其实 就是你这个steth是eth吗 其实不是eth因为他和eth的合约 合约地址都不是同一个地址 但是我们认为就是因为他在质押有他这个合约做担保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和 以太坊基本是1比1的一个关系所以他这边就叫st 呃eth就是 那个字押那个单词那 呃 那个相关吗这个st其实就是 呃我们认为他跟他是就是跟原本我们质押进去的以太坊是1比1的关系 而且这个 还是有人用来去做交易的 就是你去兑换兑换成以太以太坊的 不过有一些其他东西我们需要等会再说 所以你走他主要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让大家去拼单 另外一个就是 呃 帮你去起节点这个 这个对应的去兑换做st eth这个我们另外再说 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 假如说我们去把这个st eth 呃发送给其他人 那么 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是字押之后你会有经济机力 那么你能不能获得 获得这个 每年年化2%的这个3.2%这个收益率你能不能获得其实就是看你手里持有的这个st eth的份额其实就是用这个去分配的 呃这个如果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资料 呃 我们 我们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质押他有没有风险 有没有风险 风险在哪里最大的风险在哪里 其实这个质押协议就是包括nidl这种 这种大家公认的比较安全的质押协议 他就是我们认为人不可靠的情况下他也有两个两个风险 这个是关于这个 这个就是他这个服务他这个nidl的服务然后帮你去起节点 呃 呃你能确保这个他这个服务能去帮你去起节点吗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过程是跟 他的矿池这边去做 一定的就是呃线下的签约然后去做相应的部署的你能保证他就是去这样做了吗其实这是有问题的他到底你有没有 用用户的三三个一台房去起节点这个是如果是一个自家鞋子的话这个是呃这个黑盒 因为这个是人还是人去管控的吗这个 这个黑盒就这边的黑盒其实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呃有风险的所以质押不是百分百 呃绝对没风险的 你要绝对自己没风险你就只有自己去起三三个 一台房的节点这样是最安全的但是这样肯定是最麻烦的 另外一个就是呃关于这个质押的一个权益的分配还有就是啊你这个兑换的STE 他相关的一些东西都是根据这个合约去控制 呃这个合约我们我们需要对合约有一个 更深的一个理解 理解就是什么呃其实合约他不是去中心化的 呃那个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 那合约不是去中心化的 因为合约什么合约 他能就是用这个合约的控制者他能通过合约升级 然后去呃 改变一些东西 然后导致用户的一些东西被改变 就是比如你的权益啊你的比如说你去兑换把STETH兑换成ETH他这个比例是怎么样呢他其实可以通过升级合约去改掉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质押协议里面两个风险为什么我要说这两个风险 这两个风险会我们 我们 我们会有 会看到市场上 其他的一些质押协议这个nidl质押协议其实还好因为他是 大家认可的而且跟官方的一些 基金会是会有 比较强的关系关系 如果这个款的话会对 整个以太坊的信用会产生 或者是那个FORANA的信用会产生一些通缉就一些项目的官方 会产生通缉 其实是有一部分 呃 就是就是组织的监管在里面的 但是如果是 不是这个协议 然后而是而是一个新的协议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 关于这个合约的安全性的问题 就是合约升级的安全性的问题 包括合约本身的安全性问题 另外一个关于就是 质押服务这边 几节点的一个 他他的一个风险性的问题 就是 呃主要是针对目前市场上存在很多的 一些质押项目 呃大家不要去因为去撸积分 然后就 呃忽视这个风险我主要是 呃去提这个东西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就是一定要 这就是控制你相应的自己 一些风险呃我把这两个风险讲出而且把这个质押的一些东西讲清楚 嗯 另外就是 关于之前我在 聊一些钱包相关的东西然后突然停止了原因是我这边需要去补一下 关于那个 呃loadgs相关的一些知识 所以这个后续可能在 未来的一周可能会继续推进 呃这个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关于这个质押以及质押的风险 呃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ok 我希望我能讲清楚了 你 哦 你